接下來我主要是針對第一個單元 所以如果你想要找相關的資料 可以從雲端白板 雲端白板算是雲端的講義 第一個單元就這一個 打開來我上面有做一些說明 這個範例會先用人工的方式去下載 當然未來我們會希望把它做成VBA的程式 對應就是一個按鈕 按下它自動幫我下載 然後要加入三個欄位 為什麼要三個欄位 因為我要統計 假設我希望知道有三件事情的答案 當然那個三件事情包含就是 歷年的治安狀況 所以歷年的話應該會牽涉到年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資料裡面有沒有年這個欄位 看一下這個欄位 這個欄位好像沒有年 只有發生日期 所以如果你要統計歷年之前 那你就要先增加一個欄位 其實跟各位講 以後如果你使用那個 插入樞紐分析表這個功能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個功能真的太好用了 OK 如果你假設不太會用這個樞紐分析表 不要說你會用Excel 因為其實它就是做簡單說的 就是統計分析的話就非常好用了 但是它有一個特性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要統計 在哪些資料之前 你要先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呢 如果你要統計的是歷年 歷年這個治安的總數的話 那你就要想到有沒有那個欄位 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就沒辦法餵給 比如你現在把這個資料 餵給樞紐分析表 那接下來它會跟你要黏這個欄位 可是你沒有 所以怎麼辦 以後記得很簡單 你就把它加出來 就是把它產生就可以了 那比如說呢 我沒有黏這個欄位 那我可以怎麼 我可以從發生日期把它變出來 那發生日期剛好前三個字 就是哪一年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最簡單的方法 在第一欄這個地方按右鍵 把它插入一個空白欄 然後給它一個欄位叫黏 然後黏的話怎麼取得三個字 很簡單嘛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插入函數嘛 用什麼 用laps不就好了 文字類裡面的laps 有沒有 文字laps 然後就把這個資料 給它取三個字 這樣就OK了 不過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資料的話 還要確定一下說這個資料 它是不是有格式 如果有格式的話 有時候抓不定 抓得到正確的資料 那你可能要再想辦法 反正就取得它前面三個字就對了 103 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 這個資料已經取得了 不過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有一些細節 它這個資料取得 你會發現 它這個時候 對齊方式可能要稍微小心 如果要靠左對齊的話 這個資料是一個文字 如果假設會牽涉到計算的話 你可能就要把這個資料再轉成數字 否則沒辦法計算 OK 那像這個資料 你會發現 靠左對齊 那是文字 那怎麼知道 你可以從這邊可以看到 103 它前後有雙引號的 以後如果要計算 沒有辦法 不過因為這個欄位 剛好我們後面也沒有要計算 所以暫時就不管它好了 但可能有同意說 老師如果說 我想要把它轉成數字的話 該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嘛 你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在這個函數外面 再包一個value就好了 有沒有 打一個v 有沒有 value就出來了 那value這個函數的話 實際上 就是把 什麼呢 把文字資料 轉換為數字資料 那你可以插入函數找一下 你會發現 這邊就有跟你講 它這個value有沒有 將文字資料 轉換成數字資料 那就轉型函數 OK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就會幫你把103的文字 變成103的數字 OK 其實很多這種小細節 當然未來沒有注意到的話 那會發生錯誤 OK 其實這一題 轉不轉好像沒什麼關係 不過我順便講 你會發現轉完之後 會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資料怎麼樣 它會靠右對齊了 所以以後你們可能要有一個敏銳度 如果假如這個資料 它靠右對齊 那你要知道 它應該是數字 如果靠左對齊 它應該是文字 那文字跟數字 在Excel 不管Excel 其他的程式也是一樣 只要 形態不正確 那就會出錯 這個很重要 發現很多人沒概念耶 那就出錯了 為什麼 不是看起來都一樣 看起來一樣 但實際上不一樣 OK 所以剛剛103 雖然看起來一樣 但是Excel 就會認為它是不一樣的東西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特別想 因為這裡我們好像 不需要做計算 所以這個文字數字 在這裡應該不影響 所以這個是順便說一下 然後把它改回來 OK 第一個 第一個 插入樞紐分析表之前 因為我要統計歷年的 這個 就是說那個 案件的數量 所以我要先產生年 所以以後呢 假如你要做什麼樣的統計分析之前 你要先確認有沒有這個難位 沒有 就把它變出來 我們變出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做那個什麼呢 樞紐分析表 所以找到插入裡面的樞紐分析表 OK 所以一先插入一個年 然後呢 用Labs就可以解決了 OK 這比較簡單 二的話呢 郵標就放裡面 不用選啦 你說老師 我是不是要把它全選 不用啦 因為樞紐分析表 會自動幫你全選 所以你郵標只要放這個範圍之內 然後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他問你說 你的範圍是不是這個範圍啊 哪個範圍 所以這個工作表名稱 A1到F3526 看起來應該是 應該沒錯啦 OK 按確定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選的時候 如果選錯 可能要改選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很簡單 你只要把年有沒有 這個欄位 因為我有年嘛 把它拖拉到列 接下來的話呢 再把年這個欄位呢 拖拉到直 那你會看到 因為呢 你拖拉 黏這個欄位 我剛剛沒改成數字 如果你假設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文字的話 它就會自動幫你算幾個 也就是說 那個欄位總共 在這個所有的3000多筆資料 出現的是 102的只有一個 這個為什麼 奇怪 它資料應該 這上面這個應該 不要出現才對 因為我們統計 假設我今天希望 統計的是 104到110好了 應該是8年嘛 224 剛好8年 剛好算科P的 有沒有 它的那個業績 就這些 好 所以待會可能要做一件事 把不需要的隱藏起來 有沒有 然後呢 接下來的話 可以把它排序 不一定要排序 或按時間先後也可以 那你會看出 到底治安有沒有變越來越好 或者越來越差 你可以看到 這個報表出現 那這個樞紐分析表 我覺得 還滿好用的 你只要把欄位 這個是列的話 就是你要統計的欄位 有哪一些 所以第一個我要統計的是年 有沒有 剛好有年 然後第二個 它的數量 幫我加在一起 把它群組在一起 算它的數量 所以得到的結果 馬上就一目了然了 所以第一個 看得出來 好像越來越少 有沒有 這個比這個少 這個好像越來越少 在它卸任那一年 哇 剛好 留下美好的註記 有沒有 如果這樣讓它繼續做下去 是不是就歸零了 那就很厲害了 OK 其實一百多 等於是說 一年住宅切到案件 發生一百八十九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等於兩天 大概才有一千 自然太好了 很難想像 台北這麼大 這麼多 一千發生不到一件 哇 是真的假的 反正這開放資料是 政府提供的 這個 理論上應該是 沒什麼問題 好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 我們如果 假設要把它變成圖形化 圖形化怎麼樣 就是 再把它繪製成 折線圖 雖然看得出來 可是還是不明顯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 先把這個資料 一百零二、一百零三 隱藏 一百一十 就是今年也隱藏的話 那很簡單 這邊有列標籤 你可以把它點下去 然後如果你不顯示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它打勾取消 有沒有 一百零二、一百零三 然後一百一十二 這三年不要 按確定 有沒有看到 馬上就留下八年的紀錄了 其他多餘的就不用 不見了 那你如果要排序的話 其實我看好像不用排了 如果你要排序的話 你可以油標放B4 然後資料裡面看要Z到A還是A到Z 不過因為 我看還是要按照順序好了 再來如果要畫折線圖 非常簡單一個方法 你就直接到分析這邊 會找到樞紐分析圖 所以接下來就要畫圖 剛剛記得這邊是篩選 就是把一百零二、一百零三、一百一十二 去掉的話 這個地方就是篩選 所以以後你做出來的結果 有些資料不要顯示 很簡單 就直接在篩選的地方按一下 打勾取消就OK了 你留下你要的啦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要把它畫成圖比較好了解 那你可以再到分析裡面的樞紐分析圖 最簡單就是畫折線圖好了 所以你這邊的話 就是油標一樣放這邊 放這個樞紐分析表裡面 然後按一下樞紐分析圖 那當然它有很多圖讓你選啦 不過我們主要是想了解跟時間有關係 時間跟數量有關係 其實最直覺的應該是折線圖會比較恰當 如果你是直條圖啦 雖然可以看到那個比例 那個數量 可是它比較沒有辦法涵蓋到那個時間的觀念 所以如果你又有時間 又有數量的話 比較推薦用折線圖 而且我習慣有折線圖的話 建議用那個什麼 有節點的這個 因為有節點看起來比較清楚 然後這樣的話 直接按確定 那你可以看到 它就會馬上幫我產生一個圖 那大小你可以去調整 那這個上面的名稱 也許你可以改一下 比如說這個名稱 你就把它改成什麼 歷年好了 歷年 歷年切到按鍵 統計圖好了 OK 反正就是給它一個 然後上面的話 再把那個字的大小 點框框一下 常用的地方 換個顏色好了 我現在用紅色 然後字放大一下 大概放到20好了 OK 好 最後的話這個圖例 我覺得有點多餘 這個叫圖例 告訴我這是什麼 合計 Delete掉 好 這樣就OK了 所以你會發現歷年切到按鍵統計圖 有沒有 這Ctrl C一下 就可以把這個換掉 欸 這樣就有了 你會發現馬上就可以畫出一個 就是到底柯P這八年 治安的狀況如何 看起來應該是表現得好像似乎不差 我沒有任何真的 我只是按照資料所呈現出來 那你說 那是不是其他的縣市所呈現出來 也是這樣的結果 其實我不知道 不過像桃園也有住宅切到的資料 你們也可以把它下載看看 是不是也是照這樣呈現 不過我有試過 好像不是喔 當然你們自己玩玩看 因為有些東西像這種東西 可能新聞不見得會播報 因為其實不見得 就是說記者會特別把這個原始資料拿來做一個比對 或者你也可以試試看 ChartGPT是不是也那麼聰明 也可以知道說 請你幫我產生一個歷年切到的折線圖看看 結果 我不知道ChartGPT能不能辦得到 如果可以的話那是太厲害了 OK 不過背後可能還是要做一些 那請各位試試看 我剛剛做的重點回顧一下 一 針對原始資料產生一個年的欄位 然後呢 用很簡單的公式就可以產生了 二的話呢 再利用這個資料的年這個欄位 有沒有 插入一個樞紐分析表 然後呢 先把年拖拉到列 再拖拉到值 這個列指的是 你要顯示哪一個欄位資料 你要統計值是什麼 然後顯示出來再利用篩選 把不要的東西去掉 最後呢 再利用分析裡面的樞紐分析圖 然後會是一個簡單的折線圖出來 OK 這樣第一步啦 不過我們剛剛做的其實都是人工的方式 所以如果你假設每天都要做這些事的話 那其實很浪費時間 最好是怎麼樣 通通完全不用動任何手 只要按個按鍵 這個東西就通通下來的話 那會更好 比如說你看喔 這個我把它改 有沒有 這個資料其實是可以怎麼樣 假如說原來沒有對不對 其實你是可以怎麼樣 按個按鈕自動下載下來 有沒有 然後再按一個歷年的切到折線圖 它就自己畫出來了 那就是結合了 那完全不用做啦 剛剛做的事情其實把它程式化了 那這樣的話 好處就是說 你將來如果大量的圖表 大量的報表要產生 那你就要寫個程式就好了 它就自動幫你把報表跟圖通通畫完了 甚至這些圖的話 你看你要再做後續處理 也可以辦得到沒問題 這個後面我們再來看 先試著先用人工的方式做做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